好,小朋友,又到了我们做小说的时候了 我们的final review 我们的最后的总复习 我们要运用我们这一侧所学到的单字句子 来做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书 好,那小朋友请看哦 我们这一次的小书的主题叫什么 My day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 好,那他封面帮你画好了 那你记得这边要写上你的名字 你是这本小书的作者 Name, write down your name 好,那老师呢 帮你一页一的来讲解 好,那你要注意的就是页嘛 好,这是第二页嘛 好,那小书的第一页在哪里 好,就是在这个封面的背面 好,老师翻过去 好,所以这是第一页 好,第一页 你在做小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页嘛 好,第一页他帮你画好时钟了 来 What time is it? 你就按照这个时钟来写 What time is it? Oh, it's seven o'clock 所以这里写seven 忘记写怎么办 忘记seven怎么写 那你可以翻翻什么 老师说过,我们这个课本的页嘛 都有英语单字 好,那第二页呢 It's seven o'clock 然后要做什么呢 就是刚刚这一页 好,先讲时间 这个时间 It's seven o'clock 然后呢 再讲你在什么地点 然后做什么事 为什么我会说 先写在什么什么地点 你看他已经提示你了 I'm in I'm in 好,in嘛 在什么什么地方啊 好,那这个是什么地点 我们学过的 你就按照 先按照他画的 来写 I'm in the 什么 然后I'm 我正在做什么事 好,正在做什么事 那你看他 这个图画也没有完成啊 这个人没有脸 你帮他画上去 没有脸 没有头发 你可以帮他画上去 好,那图漂亮的颜色 好,所以这个是 It's seven o'clock 好,七点钟做的事情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好,第三页 好,It's 好,小朋友注意 这有两个格子哦 两个格子哦 好,It's 所以是要写几点几分咯 先写几点 这个先写几点 然后再写几分 好,我老师先不要跟你讲 好,你忘记得赶快 好,再去复习 之前老师教过的 好,那应该是九点半嘛 那英语怎么自己想哦 然后九点半做什么呢 好,请看第四页在这里 好,也是一样先讲地点 I'm in the 什么地点 都是在家里 然后I'm 你这边就是可以填一个字就好哦 好 小朋友不要写得太复杂 好,那也是一样 那也是一样请你帮他画完整 然后涂上颜色 好,那在第五页呢 第五页在这里 哦,第五页你自己要创意了 你自己画时间 刚刚已经有这个7 o'clock 还有一个是9点半对不对 那你自己花一个时间 好,你要这个时间做什么事情呢 好,第六页 所以小朋友你要注意一页嘛就对了 你不要顺序弄错了 好,也是让你自己创意 那你可以 模仿刚刚这个句子啊 在什么地方 正在做什么事 好,那我们的最后 这边还有参考单字 哇 这边有参考单字给你啦 好,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除非你忘记这些单字什么意思了 好,那你再回去复习一下 OK,然后呢 全部写完 画完之后再把它剪下来 定成一本小书 那这一项作业 你不需要拍照上传给我 好,等到我们回学校呢 再请你交给我 要不然这个拍照上传 这个太麻烦了 而且它又小小的 不是很好拍照 所以请你小朋友 你自己在家里完成 把它写完画完 剪下来 然后定好 按照这个页嘛 定好 然后我们 之后回学校 再交给老师 Alright 有的小朋友呢 很喜欢画画 很会画画哦 老师最喜欢看你们的小书了 好,加油